看新聞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十二月二十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中國短影音平臺抖音 引發資安疑慮 國安局日前爭獲共軍在抖音置入文宣 進行統戰宣傳 另外在台中也出現 疑似是抖音在台灣設立的分公司 並且違法從事業務 不過抖音國際版TikTok 昨天以書面回覆表示 這是不實消息 TikTok在台灣並沒有設立分公司 而陸委會已經交由司法機關來準備 行政院命令禁止公部門下載使用抖音 不過現在卻傳出台中市出現一間字節跳動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是今年十一月才核准成立 疑似是抖音在台設立分公司 並且違法從事業務 抖音國際版TikTok以書面方式回覆平面媒體表示 這是不實消息 TikTok在台灣並沒有設立分公司 根據了解 該公司原先是深陽國際生計有限公司 名稱變更是由經濟部審查並合法核定書之後 公司在減付文件向台中市府申請變更登記 並不是橋外資或是陸資公司 不過陸委會表示 日前司法已經積極主動查處偵辦 由於抖音有共軍投資持股 國安局日前就徵禍 疑似共軍在抖音置入文宣 加強統戰宣傳 要各部會注意 尤其是國防部 抖音在你沒有開手機的時候 在看你所有一條一條的訊息 這個是實質上會發生 而且正在發生的 這個勢必要做出行動 我們一直在講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中華民國 其實民眾他有自己的智慧 以及判斷能力 公家機關要限制是合理的 因為所有的平台都有的可能性 美國目前已經有十多個州 採取向臺灣類似的行動 禁止在政府設備上使用抖音 美國聯邦參議員盧比歐更提案 TTOC可能會威脅到國家安全 應該要全面封殺 實施全美禁令 記者綜合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 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嘉義市長選舉 民進黨再敗 黨內要求全面內閣改組聲浪大增 如果蘇貞昌下臺 以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接任格魁的呼聲最高 而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中國手機品牌大廠 小米 傳出年底將大幅裁員 包括聯發科、友達等台廠供應鏈 業績 業績恐怕會受到影響 自由時報則是報導 中國疫情升溫 藥物需求大增 疫情指揮中心發現 國內普拿騰出現了大量收購的情況 呼籲民眾 新冠本土疫情連續十天升溫後稍微緩降 十九號周一新增一萬零三百 一十七例本土病例 中重症有三十二例 死亡則有二十三例 另外最新 Omicron變異株定序結果也出爐 本土仍以B.A.5為主 不過境外移入部分 各檢出一例B.A.5及B.F.7 都是從中國入境 兩岸疫情都升溫 中國近期出現退燒藥搶購潮 就連香港的普拿騰也被搶購一空 對此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王必勝證實 國內也出現大量收購情況 呼籲民眾還有其他銅成分藥品 可買 千萬不要大量採購 轉機國外 此外距離農曆春節只剩一個多月 不少民眾關切金馬小三通 何時重新開放 日前指揮官王必勝 還親自到金門市場入境 檢疫流程 王必勝重申 已經把防疫評估交給陸委會 一旦他開放了這個小三通之後 那如果說中轉的這個旅客 他的這個確診人數多 或者是有症狀的人數多的情況 那麼我想還是會對這個離島的醫療 或防疫的這個產生很大的這個衝擊 王必勝強調 目前中國疫情持續往上攀升 估計不久將達到高峰 因此小三通重啟必須妥善因應 至於具體負航時間點將交由決策單位來宣布 中國的疫情持續升溫 民眾除了搶買藥品 排隊打疫苗的人潮也明顯增加 不少民眾特地前往澳門 自費接種中國並未批准的BNT疫苗 這不是在接受治療 而是施打噴鼻式疫苗 中國不再兼職清零後 各地確診人數激增 為了防止疫情持續擴大 當局呼籲民眾快打疫苗 而且推出這種噴鼻式疫苗 提升施打醫院 中國老人注射加強針的比例偏低 當局鼓勵長輩接種 並對行動不便的老人 提供接送和道府服務 這幾天北京各疫苗施打站 都出現排隊人潮 但是有不少對中國國產疫苗 沒信心的民眾 特地前往澳門接種BNT疫苗 因為當地接受中國遊客 自費施打外國疫苗 而除了搶藥品搶疫苗 北京殯儀館也在這波疫情爆發後 出現工作量暴增的狀況 有員工表示 現在火化廠是24小時不停運轉 忙到單子根本接不完 有人甚至透露 光是17號一天內 北京因染疫病故的就有2700多人 但是官方數字卻呈現完全不同的氣氛 自從7號發布優化新十條後 北京上午首度通報新增兩起死亡病例 被懷疑明顯失真 美國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建立的模型預測 中國疫情明年上半年會達到高峰 見識全國感染人數可能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也有媒體報導 加港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預估染疫死亡人數 恐怕將超過一百萬人 國視新聞在惠民編譯 台北市長柯文哲現任之前 推出雄好券的終極加碼活動 由於期限只有三天 很多店家都出現了大排長龍 生意雖然變好了 但是作業卻是一團混亂 遭批評是雄好之亂 結帳台這邊 店員忙著結帳 仔細一看 才發現這個小小的空間內 擠滿了人潮 外面還排著長長人籠 這是十八號的南港區農會 民眾使用終極加碼的雄好券的盛況 還被批評是雄好之亂 為了期限的最後一天用掉 卻遇上入冬首波寒流 人潮爆滿 店家和民眾都有維持 擺操作一次 那我們店家少也是一樣 增加這個時間 也是蠻浪費人力的 可以時間拉長 然後店家多一點參與的話 那可能會更好 雖然南港區農會十八號的營業額 是平日的六倍 可是原本晚上六點半就關門 只能配合作業 一路忙到九點 如果天氣好一點就會用 但是也太趕了 對我們來講 對民眾來講 剛好沒有出門就過了 你可能那兩天沒有剛好到這些店家 就用不到 對引發民怨 臺北市長柯文哲強調 雄好券實際使用張數 為五百八十七萬張 超出可用額度八十三萬張 原本編列八千九百萬元 結果加碼超過預算 將動用二倍金 約八千三百萬元 可是沒有超過一億四千萬的範圍 對外界質疑卸任前大傻幣 柯文哲表示 搶購熱潮超乎他的想像 但疫情趨緩 就是要加速復興產業 也堅守財政紀律 也不會負債搞活動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台會報導 家長在照顧孩子時 常常一不小心就孩子受了傷 國進署首度進行六歲以下兒童 此因回溯分析 報告指出 超過四成六歲以下兒童的死亡 是可以預防的 家長應該引以為戒 不要因為粗心 讓孩子喪命 放學時間一到不少家長都會騎著摩托車到學校 並讓孩子站在前方的踏板上 將他們載回家 雖然方便但也危險 國進署首度進行六歲以下兒童死因回溯分析 報告指出超過四成六歲以下兒童死亡 是可以預防的 其中在高度可預防性個案中 多數為非自然死亡 並以車禍占百分之二十六最高 再來是窒息及兒虐 另外中度可預防性個案中 則有百分之五十六為嗆奶 窒息或呼吸道阻塞 有百分之三三為嬰兒猝死症候群 爸爸睡覺 然後手一放就放孩子脖子 然後孩子一歲多孩子窒息 也有五歲的哥哥一翻身 就把一歲多的妹妹 然後剛好他壓到他口臂 然後窒息身亡的 照顧的環境裡邊 他們特別提起 不要用枕頭 不要用毛毯 不要用床尾 五歲以下 盡量不要讓孩子 搭乎機車的時候 民眾是不買單的 進捐基金會表示此調查結果 可以讓國人更瞭解 如何預防孩子死亡 像國外的研究指出 讓嬰兒養睡 窒息比例減少一半 也不要跟大人睡在同一張床 奶嘴繩有繩玩具等用品 超過十五公分 就有纏繞小朋友 頸部的危險 國健署也將再邀請專家 提出更多改善的建議 讓家長不要因為粗心 導致孩子喪命 記者有張國良推報導 詐騙集團橫行 許多學生成了下手的目標 其中國高中生最常遭遇網購詐騙 以及打工詐騙等樣態 而大學生則是以投資詐騙為主 專家提出 除了要讓學生了解各式 詐騙的樣態 也強調必須要強化他們 對於各自隱私的保護 因為我之前也有賣遊戲帳號的經驗 所以就是比較有點卸下心防 就是你出金都出得很順 不會說要再丟什麼保證金進去 才會 才能讓你把錢領出來 還在就讀大三的陳同學跟網友說好交易遊戲帳號 本來是要賺點零用錢 反倒一步步走進詐騙陷阱 就是各種理由讓你再丟錢進去 然後就是一樣錢領不出來 然後到最後就是因為發現真的太奇怪了 跟過去交易的平台不同 想要出金還得先繳保證金 陳同學說對方巧立各種名目 他前後砸了七萬多元 最後不僅賠了賬號 錢也都要不回來 其實像他這樣的大學生 就屬投資詐騙最常遇到 高中以下則會面臨購物詐騙 打工詐騙 甚至是視訊落聊詐騙 除了要讓學生了解各式 詐騙樣態專家也強調必須強化 他們對各自隱私的保護 畢竟詐騙案件層出不窮 由立委還指出國內29歲以下年輕人 有四成是金融文盲 從警方數據來看 今年一到十月 十八到二十三歲的詐騙嫌疑人 更多達八千兩百多人 這裡面就有被害人成了犯罪集團一環 可能還渾然不知 我發現台灣太少跨中心跨領域的合作 有的時候我們會跟產業機關做合作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跟太多 跟消保團體做合作的機會 比如說消機會 我們沒有太多跟政府機關 做合作的機會 重視官方有做出多項宣導 強化學生辨識詐騙的能力 但多數學者認為人不夠 尤其面對金融詐騙 相關素養與知識 必須向下紮根 可以透過跨領域合作 提升反詐觀念 避免年輕學子 淪為詐騙集團的代載羔羊 記者傳跑組臺北高雄報導 棒球是臺灣的國球 臺中有一場跨越世代的棒球交流賽 參賽的六十名球員當中 年紀最大的八十八歲 最小的只有九歲 年齡混搭 分成兩隊同場競技 考驗老中青三代的默契和精神 比賽一開始 投手投出一技好球 被打者打擊出去 飛得又高又遠 隨後輪到另一名打者進攻 又擊出一支安打 仔細看看場上的打者和投手 年紀差距似乎不小 原來這是場跨世代的棒球交流賽 來自全台各地共九支 不老棒球聯盟的球隊 十九號在台中和台中成棒隊 以及例行國小少棒隊混搭 編成兩隊 在場上相互較勁 其中年紀最小的是九歲 年紀最長的則是八十八歲的莊伯伯 教練表示和一般的運動競技不同 長輩的體力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熱身除了得到位 還得注意訓練強度 著重的是節奏和團隊默契 而紅道基金會表示 聯盟成立至今已經有十年 成立了十九支的球隊 平均年齡約在六十六歲 最高年有兩位九十歲的長者 由於其中大多是棒球的身手 渐進式的訓練 讓他們愛上棒球 紅道表示 雖然訓練的過程 對長輩來說相對辛苦 但場上揮灑汗水和享受掌聲 不僅成為他們的動力 也讓長輩找回了棒球魂 受到二屋戰爭的影響 能源價格飆升 歐盟各國能源部長十九號敲定 從明年二月中旬開始 歐盟的天然氣價格上限 定為每兆瓦時一百八十歐元 不過俄國批評 此舉違反了市場機制 至於歐盟內部也有反彈的 渲浪 經過長達好幾個月的爭辯後 歐盟各國能源部長十九號敲定一項天然氣價格上限協議 由於意見分歧難以達成共識 輪值主席國捷克決定以合格多數決進行投票 也就是百分之五十五成員國同意 還必須佔歐盟人口百分之六十五 這是歐盟對俄國石油出口價格定出上限後 再度對天然氣價格出手 但強調一百八十歐元為動態上限 會依照市場價格調整 受到俄物戰爭影響 高通膨導致能源價格飆升 歐盟因此尋求價格上限以抑制通膨 一旦書面程序批准通過 這項措施將在明年二月中開始實施 俄羅斯批評天然氣價格上限協議不可接受 且違反市場機制 歐盟內部也有雜音 宣瓦利外長譴責這項上限機制 還聲稱可能和俄羅斯重新談判天然氣合約 花了長達四個月的時間 歐盟二十七個成員國在價格拉扯下 從十一月十的兩百七十五歐元上限 最終調整為一百八十歐元 對全球天然氣市場會有多大衝擊 還有待觀察 但如何保障歐盟明年不會短缺能源 挑戰不小 公司新聞這位仁中建剛編譯 首播寒流十七十八日 共接獲了一百三十五人 送醫前已經失去的生命跡象 疑似是與天冷有關 而今天天氣回暖 週三又有強烈冷氣團報導 週四開始到週末耶誕節 有機會再達到寒流等級 提醒民眾要特別注意健康狀況 做好保暖的工作 海流過後 漁民趕忙到漁溫查看 因為在降溫之前使用新設備 將加溫過的空氣導入水中 提高水溫 順利度過了這一波寒流 週一百天起溫度回升 不過週三起強烈冷氣團報導又變天 氣溫從週三開始就會逐漸的下降 預估在北部地區的低溫 大概是就接在十到十一度左右 那可能到了週六週日的強烈大陸冷氣團的 一個程度是有可能再提升到寒流的一個等級 氣象局分析 目前觀察週三報導的冷空氣水氣較多 將是濕冷感受 週四到週末則偏乾冷 週末液氮假期低溫可能達到寒流等級 氣象專家分析 今年适逢反盛一年 赴北極震盪讓冷空氣無法鎖在極區 不斷向外擴散 預計一直到跨年 都有機會是偏冷的天氣形態 不是只有台灣或是東亞冷 其實在這個美國或是在歐洲 都面臨到今年入冬以來 最強的冷空氣的襲擊 那現在來看的話 可能會持續到今年的年底 或是明年的年初 才有機會告一個段落 氣溫急速下滑 十七十八號兩天 共接獲一百三十五人 送醫前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疑似與天冷溫差有關聯 專家提醒 近期氣溫將呈現不斷波動 回溫後又轉寒冷 年長者甚至中壯年族群 都要特別留意身體狀況 記者綜合報導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首語新聞 我是牛軒文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 kiss vet間 採訪 覦